赤大运选手村公园爆冲突 外籍选手护欧见血 赤大运选手聚在选手村外的公园 休息聊天 或是喝酒放松都没问题 但地上这一滩血 是怎么回事 一整群人都打 一整群人 从里面这样 打不出来 总共二三十 总共现在二三十 这不是冲不出来 外国选手 白人打黑人 白人打黑人 一天一人白人就去护驾开 今天凌晨三点多 外籍选手在选手村附近公园打架 他被植物打到 是植物 不是牵头打挂植物 打猫下去整个 整个脸都写 三个都裂开来了 太夸张了 打得那样 警察获报赶来 但打人的和受伤的选手 全跑回选手村 两外籍选手 在英东公园 喝酒一起的证止 然后继续扶货 警方表示 其他二三十名选手 是帮忙劝架 至于吵架原因 还要调查 网络新新北报导 请多播ous 记转发 隐蔽 麻烦 大家